那么乌克兰军方在7月29号 表示乌东的重镇 波克罗夫斯克遭到猛攻 俄军是在24小时内 发起了多达有52波的攻击 俄军继续向阿夫迪夫卡以西来推进 占领更多的乌克兰阵地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表示呢 俄罗斯改变了优先顺序 现在把兵力集中在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存放武器爆炸物 所以现在整个东部的地区 变得是极为的复杂 接下来委员 乌克兰锁不住的啦 第一个原因就是归功于 我们伟大的哲伦斯基 他为了要去瑞士参加和平峰会 就下令他的军队 不惜代价要保卫哈尔克夫 麻烦是军队不够 就要从东线南线 去抽掉很多精兵 去保卫哈尔克夫 可是有很多人劝他说 因为俄罗斯在打哈尔克夫的军队 怎么算都算不到五万人 你哈尔克夫光民兵就一百万人 光打巷战就打不下来啦 而且谈不上我们重兵 第二个原因是俄罗斯如果要打到哈尔克夫 离他的边境就越来越远 俄罗斯的补及线就越拉越长 所以俄罗斯打哈尔克夫应该是 所谓牵制的骚扰的可能性比较高 可是泽伦斯基觉得 他应该要把这些俄罗斯军队 不但阻止他进攻 还要把他推回俄罗斯境内 他这样的宣称哇打了一个大胜战 而且他认为他用优势兵力 可以把这些俄罗斯军队推回去 结果后来重计 怎么重计呢 俄罗斯故意啊 在一个河里一个河岸往后撤退 跑给他追 他们就一大堆军队都追过河 就军队应该可以把俄罗斯军队 推回俄罗斯境内 就发现推不进去了 就惨了你的乌克兰军队已经过河了 那你过河 这个丽将军很清楚嘛 军队过河补给就是一个问题 要撤退更不能撤退 为什么 因为对方有空中优势 你不挨揍嘛 造成庞大的伤亡 所以现在就是比较少的俄罗斯军力 三万人 卡住他将近八万人的精兵 然后俄罗斯就轻轻松松的 这是标准的调虎离山计 对啊 因为剩下都老弱残兵啊 就变成说 你在东部战区南部战区 就俄罗斯一个一个打你的堡垒 这些堡垒都是在2014年 就开始建设的堡垒 每一个都非常坚固 可是你再坚固的堡垒 你还是要有足够的强悍的老兵去防守啊 你找那些不是老兵临时抓来的 当然防守不了 所以俄罗斯经常在很多堡垒 很多村庄 怎么打下来他们都很意外 怎么这么简单都打下来了 所以跑到了所谓 波克罗夫斯克是一个乌东的军事据点 也是一个堡垒 俄罗斯就来个前行攻击 他不正面攻南北两方轮番攻 就造成了乌军蛮大的伤亡了 那哲伦斯基又讲风凉话 改变了优先顺序 不是你自己犯的错吗 你没有军事上的素养跟专利 你为什么不听军人的话 还自己从政治上去思考 我到瑞士参加和平风位 你们做点战机让我光彩一下 然后军人不听他的话 他就找一些什么都军去那边骚扰 那士气就大跌了 对不对 这个将士们觉得我为什么会站 所以这几天的时间 乌克兰的死伤数字在上升 然后投降的数字也在上升 这个归根究底 不就是你伟大的 哲伦斯基总统搞出来的局面吗 人家普丁有没有整天打电话说 这位将军你给我怎么打 那位将军你给我怎么打 普丁再了不起 他自己知道他军事是外行的 全部交给川普总长 他派一个经济学家当国防部长 意思就是你不要给我管作战 你帮我调配资源 你帮我准备好钱 你帮我准备物资 让我的军队有足够的补给可以打仗 当然了经济学家搞补给 对比军人强嘛 然后军人这个 在他的格拉西莫夫 这参谋总长领导之下 每个人就根据专业去打这一场 所以才会设计出这一场 所谓调斧离三计 困住精兵的一个战略 那你乌克兰吃了大亏啦 所以难怪你现在 在碰到如果万利川普当选的时候 明天就停战 你不是挂在当场 是 这波克罗夫斯克 这个我们按照音译 如果说我讲一个名词 雅琪你一定听我讲过 红军村 对啦红军村 这个就是红军村 你记得我在这个 上个月以前 我就在那边讲过 如果说是俄军 这个达到红军村来讲的话 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 大概就game over了 就很难 就差不多 对 那现在来讲你看看 我们看到红色这个圈圈就是现在俄军攻到的地方 他已经攻到这边来 那蓝色那个框框就是我们讲 当然用音译是波克罗夫斯克啦 但如果说是我们习惯来讲的话 大概这个大陆跟我们这边说法就称它为红军村 那你看这个距离可能大概只剩下三四十公里 那这个地方 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它有五条道路 然后五条道路还有一条铁路 所以它是所有部队转运的一个枢纽地区 也就是说我不管 不管是我后勤要运输 或者是部队要转用兵力 或投入兵力来讲 我一定都会经过这个地方 当你这个地方被人家攻破以后 第一个你就是后勤没有补给嘛 你补给的枢纽就断掉 就是我们这边写的补给苏女 因为它有五条公路 跟一条铁路经过那边 那更可怕的是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地图 往东北方向那条路是到哪里去的 是到基辅去的 如果它沿着那条路来讲 往那条路进攻就直接打到基辅 那这个右上方的那条路是到哪里 到哈尔科夫 所以说红军村你看它这个地位有多重要 那其实我觉得刚刚叶委员讲的没错 其实你今天来讲 你泽伦斯基你到底是要用 这个军事的角度来考量战场 还是要用政治的角度来考量战场 那你就派一个女都军 这个什么玛丽 纳亚那个俄文发言 我们比他发不准 然后他一天到晚去干涉这些军事 所以说这个沙尔斯基来讲 他没有办法自己完全掌握 其实我们军人来讲 包括我在那边只是没有到线体 我看个地图 我就知道说是双方来讲 你怎么样去应该怎么样 兵力掉落应该怎么样打 你这时候应该拘束 你不要去把兵力投入到无谓的地方 我们讲全军为上 对不对 破敌次之 你一定要先保存战力 再求破敌 这个蔡伟委员最清楚的 这个要去买股票来讲的话 对不对 有钞票最重要 你不要把所有钞票全部砸进去 你没有钞票以后 你就算有再好的时机 你也赚不到钱 所以说一定要全军 对不对 我保存我的这个有生战力 是最重要 那我在第二步 我在想办法去 千灭敌人消灭敌人 来获取战争胜利 其实用兵的这种方式 其实跟这个股票投资的市场 那种理则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讲说口袋要够深 你再怎么样 你投资股票你不能 一把全部收哈下去 对不对 全部收下去以后 万一你一把全部输光了 像现在来讲 如果说是一下断头来讲 你上一的资本就没有 你后续根本 就算你再有好的 你再会看什么 什么曲线 怎么掉线 你就没有用 你就没有钞票了 所以用兵作战也是如此 那时候我们就一直讲说 要保存战力保存战力 但是他一直 一直不用全军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 你在那边来讲 你耗掉你的战力 那现在来讲 剩下三十十公尺 我特别要讲 其实包括连我都看得出来 我相信西方的兵学家 或那些总司令 这个格拉希莫夫 或者是说摄尔斯基 这包括到美军的那种 他们的这种军事来讲 应该都看得出来 最简单的一个用命道理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用 就是纯粹是政治的思考 我希望能够打一场战仗 然后让北约这些国家 愿意提供继续支援我 代表我鼓舞士气 对不对 美国北约你看 我还是有机会打胜仗 但你现在就像是我们来讲 这个不肯断头 不肯认输认赔 不肯结束 你就继续投下继续投下继 你现在用命就像是 你继续投下继 不肯就是认赔结束 对不对 所以现在来讲 我觉得你再看好 摄尔斯基 他现在已经开始讲什么 他已经提出说什么 我们这个割让领土 必须要经过公投 已经有那种放软的取掉 可是问题是说 你现在放软有没有 普京来讲打得顺风顺水的 他会这时候结束吗 我们等着看好了 他会说你现在来讲 就四个州领土割让给我 我去结束不打了吗 你认为普京会吗 普京也不是吃素的 也不是善类的 当我机会吃你更大口的时候 对不对 你认为说他这四个州 他就结束了吗 他后续来讲 看到不是你这个乌东四周 他后续可能看到你整个是乌克兰的领土 甚至于他后续指导是你北约那些国家 所以北约现在来讲也匹匹一串 万一川普当选的话 你看北约这些不管是西德波兰 或者尤其是立陶宛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有可能下一个就轮到他们了 那你们来讲的话 到底要怎么样在政治上面 怎么样来尽早结束这场战争 我一直建议这个泽伦斯基 这个小敌之间大敌之情业 对不对 你如果说是你要评估一下时事 任性有时事 你如果说该认输就认输 该这个认赔对不对 这个就认赔 对不对 扫输为宜 扫输为宜才是上策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好气色 好气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